歡迎來到早盤新聞現場 實際上早上8點40分 台股的盤纖解析邀請到財經專家 恩偉傑 偉傑早安 既然一早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早安 好 偉傑自身投入分析師要帶我們來看看 其實我們講了很久了 這陣子都在講說 聯織會的利率決策獲益 而就在今天的凌晨 他們正式宣布了 其實如外界預期就是降息一馬 但降息一馬 我剛剛就在跟偉傑討論說 這件事情大家不意外 因為我們說兩馬是不可能了 現在看起來是一馬 兩馬不可能的原因是因為 美國經濟沒有插成那個樣子 很多美國的經濟數據是還滿漂亮的 所以會用降息一馬 不過他們去降息一馬之後的背後 還說了停止縮表 那麼這兩件事的反應 居然造成了美股市大跌來反映 到其中跌超過300點 非半更跌了超過3個百分點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shock的數字了 將會嚴重重遇到今天 台股的電子股表現一定是會有影響的 所以趕快把鞋交給偉傑 好 其實先跟大家做個說明 那這個這一次我們在FED利率決策之前 特別提醒大家 第一個要預防兩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利多出境的一個回檔修正 第二個就是你要預防它不降息的一個失望性賣壓 所以其實看起來 不管是降息或不降息 其實美股基本上從傳線來說 都是會修正一下 跌定了 漲太多了 對 好 那跌300點算不算多 有點多啦 可是呢 如果說按照它的結果來講 它是偏寬鬆 那如果是偏寬鬆 那基本上回檔的幅度 就應該不會回到前波低檔這附近 應該是不會 那最深我們就看這個 中長線的起攻點的這個 這個跳空缺口地方 那這裡是一個最強勢的一個支撐 也不能被跌破 那剛好對過來會發現 這裡剛好是季線 所以呢 未來在 不管在美股還是台北股市 季線的支撐就變成是一個最重要的 強弱的關鍵指標 如果回測季線跌破了 可能就是要小心 對 那如果跌破季線 那因為跌破季線 過去這個季度進場的人全部套牢 那所以就是會比較 壓力會比較大一點點 所以在整個解套賣壓的部分 也會相形比較大 那這個是要特別留意的地方 另外呢 在科技類股指數 我們看到在 昨天晚上的GNR類股 基本上是出現重挫 那我們有講到 其實它只要守到前波低點 這附近 前波高點 對不起 前波高點這附近的支撐 能夠守得住 基本上對於整個 這個NASDAQ的表現來說 它還是相對比較強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為什麼昨天有下影線 都剛好是來到前波高點的附近 其實就代表這裡是有一個短期的支撐 那麼這裡還有一個 所謂的多方的攻擊缺口 這個也是可以特別留意的地方 怎麼都那麼剛好 都在季線附近 對啊 所以未來大家都知道 關鍵點在哪裡 這個漲多拉回其實不意外 沒有天天漲的股市 只是回到哪 漲多拉回 要回到哪裡 好 那我們現在合理預期 我們把預期稍微深一點點 回到季線附近 那如果季線這裡能夠有效的守穩 基本上對於美股來說 它不過就是一個 情緒性的宣洩的賣壓 好 那另外在廢半的部分 昨天回的是比較深 不過各位看一下 都是打到前波高點附近就停了 然後它的位置相對比較強一點 它是回到月線附近 就開始反彈 那同樣的 在接下來這一兩個禮拜當中 季線的扣底值要往下扣底 扣底要低值 也就是說季線在接下來會有 走平往上翻揚的機會 其實只要季線是往上走 對於整個長期的股市來說 都還是在多方的格局架構裡面 那麼最弱勢的廢半指數 就會變成是在美國股市 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察指標 另外我們從結構圖當中 大家看一下 雖然說是滿江紅 但可以發現有綠油油的地方 蘋果 好 那財報還不錯 等一下我們來跟大家講 財報不錯 基本上我認為普通而已 那為什麼它漲幅會說 昨天找盤的盤前是 漲了4.5的百分點 那你當然說可以說 受到那個美股下壓的影響 好 都可以 反正它的漲幅就是沒那麼大 但是撐得住 算OK 但亞馬遜跌幅比較大 但跌幅最重在這個區塊 這個是重災區 這是半導體 半導體 那半導體基本上在高通 AMD 還有三星 基本上對於下一個季度的展望 都相對比較差 所以其實會有一個 擴延性的恐慌效應出現 所以在整個半導體的部分 在下半年第四季的部分 要特別留意 尤其是對照台積電法術會的 整個內容上面 他們也認為第四季雖然會有成長 但是不會像第三季一樣的強勁 剛好對過來 在美國的這些半導體產業的看法都差不多 所以其實在整個台北股市的部分 它一定會跟著美國股市的反應 去進行回檔修正 那同樣的在台北股市的部分 有一個多方的起漲點 就在6月19號的這個攻擊缺口 那這個攻擊缺口提供台北股市 一個中線非常強大的支撐 這個地方就是未來 我們在觀察台北股市的時候 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點 好 所以看到其實美股 美股漲了那麼多 然後台股其實也是跟著美股走 如果美股抄圍回檔修正的話 台股要觀察指標 就是剛剛韋傑提到的 有沒有辦法在這個季線這邊 可不可以撐住了 我們就知道到底後續 結果會怎麼走 那我們來看精神頭條 第一個提到的就是 聯準會宣布降息一馬了 美股油紅翻黑 那我們剛剛就跟韋傑說 其實川普他之前就一直說 因為他為了想要競選連任 他就希望美國經濟好棒好棒 都是我川普造成的 所以就跟聯準會說 你就是要讓我們的經濟變得很棒 所以你要讓經濟變好 你就得要降息 川普說只是降一馬 我不是很滿意 所以對此 這個聯準會主席在會後記者會 他就不斷的講一句話了 他就說我不是川普 要我這樣才降息 所以實際上 回到美國的經濟基本面來看 降息一馬是符合市場預期的 那為什麼美股 還會有這樣下錯的表現呢 好 其實這個還是回過頭 短線的這個利多出境 因為鮑威爾其實在這個 會後的記者會當中 他的聲明講得相對比較中心一點 那麼就算他未來會有降息的可能 他也會跟大家講說沒那麼快 那這個是必然的 但是在這記者會當中 還有另外一個重點是 他一直極力的撇清川普 跟他之間的關係 所以他要維持聯準會的 這個中立客觀的一個獨特性 所以在整個聯準會的 這個利率決策上面 是沒有受到外界干擾 不過其實在聯準會決議之前的 這個葉倫 葉奶奶他已經先講 就是降息一馬他贊成 但是後續呢他不是一個常態 那對照整個美國股市的 一個經濟發展狀況來說 其實降息就變成是一個 買保險的一個政策 那後續的確不一定會再有 這個我們就中性去做觀察 但是昨天出現了一個非常異常的現象 就是當美國的股市宣布降息的時候 美元指數在升值 基本上利率跟匯率應該是會同方向表現 當降息的時候 利率在往下降的時候 匯率應該是會走貶值 對 可是你看到昨天的美元指數 是出現往上狂噴的一個現象 那我們就要去探討 這個異常現象的背後 到底是為了什麼 如果說美元指數它是一直維持在強勢 那代表資金會流到美元資產 不是像我們之前講 降息之後我們是預期說 熱錢效應會因為美元指數的走跌 而有外溢效果 可是他現在美元指數走強 外溢效果會變弱 回到美國 會變弱 那我們來看一下到底為什麼 第一個原因是在避險 我們看到在美國時間期 供貸值率的部分 在昨天是在比較偏弱勢 那殖利率走跌代表 公債價格是往上走 公債價格往上走代表 市場上有需求 有買盤進駐 那為什麼要去買美國時間期 公債這個產品 原因就是因為市場上認定 不管是在歐元區也好 不管是在美國也好 其實經濟長期來說 都面臨到了一個回檔修正 衰退的一個現象 否則幹嘛要降息 好 那如果有這樣的預期 資金就會往債券的市場 去進行避險的動作 這是造成昨天 美國時間期供貸值率 往下持續走跌的一個重要原因 當然就是帶動債券價格 往上的一個避險效應 好 全球的資金都從歐洲 英國流到美國來 那當然對於美元來說 有資金流入到美國 反映在美元的匯率上面 就會變得比較強勢 好 第二個原因是 在這個美元指數的 加權貨幣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在歐元跟英鎊在過去這兩個月當中 其實是出現了重貶的發展 那當然英國有脫歐的問題 那麼歐元區其實有經濟非常弱勢的一個現象 所以其實這兩個不穩定的因素 都會造成資金快速度的外流 那我們很直觀地講 當歐元在走跌代表資金流出的時候 你看到哪裡在漲就是資金往哪裡走 所以其實歐洲區的資金來到了美元 英國的資金也來到了美元 全球的資金都會來到美元 好 這是為什麼美元走強的另外一個因素 最重要最後一個因素是在原油 要覺得美元指數為什麼跟原油有關 美國從2018年的年中 中間的中 開始從進口國變成出口油的國家 那如果過去美國是買油的人 是不是我要把美元付出去 那美元就會出現在國際市場上流通 那我現在是賣油的人 那我賣油是不是要人家付美元給我 那等於它是進行了一個間接回收美元的動作 所以其實在過去這一年半的行情裡面 當美國的原油出口增加的時候 其實相當程度在代表它是在回收美元 所以其實這些原因全部加種起來 就造成為什麼現在美元指數 還是這麼強勢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那川普呢之所以說 我不太滿意 就是因為降息沒有把美元打下來 當美元持續在升值的時候 其實對於美國的這個貿易的競爭條件 就相當的不利 而且甚至他們現在還在進行貿易大戰 那麼進行貿易戰本來就會傷到自己的 整個企業的出口 那麼再加上我的貨幣又那麼的強勢 其實在接下來你可以預期 未來的一個季度到兩個季度 美國的企業一定會出現所謂的匯損的風險 這個是後續要特別留意的地方 好那麼剛剛韋芷有提到呢 目前在歐洲部分 他們的經濟面臨一個還滿大的警訊了 確實從數字來看好了 最新公布的歐元區上季的GDP成長 是呈現優斬的 這是一個還滿大的警訊 加上目前英國想要來硬拖 所以整個在歐洲的情勢 看起來是比較動盪的 沒有錯 我想其實從歐元區的這個狀況來講 已經不是只有現在才發現 我們再從這張圖再去佐證一下 我們剛剛所講的 這個藍色的是歐元區 紅色的是美國 那你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從2017年的第三季度開始 這兩個地方的經濟體在進行比較的時候 都是美國勝出有沒有 紅色的柱狀體都比較強 所以如果你是投資人 你會想把錢放在哪裡 很簡單啊 直觀的想你一定想要放在美國 不會想要放在歐元區嘛 所以為什麼美元指數強 這裡從實體經濟得到一個驗證 好另外呢 我們再看一下 在整個供給需求的一個庫存收期當中 現在美國的位階是在這邊 歐元區在這邊 另外還有一個非常大的經濟體 中國在這邊 中國 這是歐洲 然後這是美國 好現在是這邊 所以其實現在美國的股市是在這裡 它現在要去追總體經濟 所以為什麼會下跌 其實有一個原因 就是總體經濟面開始在衰退 這是短線的因素 好歐元區大概跟它的股市 是差不多重疊的位階 中國再來 中國在這邊 好中國在這邊 它的 它是反過來 它是總體經濟面數據要去追股市 所以其實從整個 中國美國跟歐洲 這三個經濟體的 短線的庫存週期的 PMI採購經營指數去做觀察 昨天公佈的 中國的 PMI採購經營指數 是呈現了上揚 那它在這邊其實是打了一個PMI的雙底出現 所以未來其實如果說真的有機會要去做 所謂的資金的投資 或者是有一些資金行情的效應 其實中國在未來這一兩個季度當中會出現 很有機會會出現一個叫做補庫存的壓 的一個往上推的一個多頭的一個基本面的行情 所以其實如果是投資人來講 相對位階高 這個還在半山腰 這個已經從底部已經開始慢慢要走出谷底要往上走 如果各位你有手上一筆錢想要投資 會想要放在哪裡 所以其實這個答案就非常的明顯 所以從整個歐元區跟美國還有中國的經濟體的一個表現當中 我們就可以去帶出其實在接下來的一個季度裡面 大家的投資機會其實就隱含在中國的市場裡面 好 不過我們剛剛其實一開始也提到了 這個蘋果它是在昨天的美股當中一支獨秀的 沒錯 大家覺得它的財報還蠻不錯 但是我們常說魔鬼藏在細節裡了 我覺得說其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好 其實我們不要就點出了 因為關鍵在於如果你認為說蘋果它是以一個 以賣手機為準獲利的公司 畢竟它賣一支iPhone 它的獲利率拿到了九成之上 都鑽進蘋果的口袋 代工廠好可憐 鑽一點點口口而已 但是蘋果就說了 我就知道我iPhone銷量下降了嘛 賣不好 我不要賣硬體 我想推的是軟體 但它這軟體服務這塊好像都撐不起來 這就是財報當中我們要仔細觀察對不對 對 不然其實在蘋果昨天公布的這個財報裡面 我們有幾個重點需要特別留意 那我簡單先講結論 第一個是手機確定是衰退 手機的銷量確定是衰退 第二個是服務的營收 看起來還是維持在高檔 那緩步成長當中 因為機期被墊高 所以看起來年增率沒有很高啦 但是實際上它的絕對金額 還是在增加當中 那在整個營收佔比裡面 大概來到將近快兩成 那麼第三個重點是在 這個穿戴式裝置的銷售也開始上升 所以其實真正蘋果有相關的這個商機 就會在服務營收跟穿戴式裝置裡面 那服務營收很不好意思 我們台廠沒有辦法去沾上一點點的邊 那我們只能夠透過穿戴式裝置的生產 可能有一些些獲利的一個產生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那我們看的是在它的這個下一季的財報 那我們用比較樂觀的數字 六百四十億美金去做預估 也就是下一季 下一季六百四十億換算回來 要賣幾支iPhone呢 四千一百萬支 四千一百萬支 對 四千一百萬支 上一季好 順便跟大家講 上一季是這樣啦 三五八六啦 我幫大家換算 因為它已經停止公佈了 所以就大概幫大家抓一下數字 所以其實過去同一個季度 都淡季 同一個季度 過去的平均就是四千一百萬支 可是現在就掉到這個數字 那不到四千支 旺季 旺季是 接下來進入到旺季 是至少要四千八百萬支 可是卻算算只推了四千一百萬 是以前淡季的量 對 更小了 所以手機的供應鏈是不會受惠的 所以我們就從這個數字 你就可以明顯的發現 其實在營收裡面 手機 獲利 只有大廠可以吃得到 就比如說像是台積電 大力光 鴻海 這些比較老的 可能有一些基本盤的訂單 可以穩得住 但是你要讓它出現 爆炸性的成長 其實很難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昨天在盤面上 蘋果財報公布出來 大漲4.5% 可是卻沒有帶動 昨天盤面上一些 蘋果概念股的一個原因 那另外比較小的 概念股的部分 要特別留意一下 其實在一些相關的 所謂的穿奈式裝置的 這些個股裡面 其實都已經開始出現 高檔拉回的現象 所以一定要特別留意一下 這一些算是已經 短線利多出徑 所以籌碼都有鬆動 那當然在整個蘋果股的部分 短線的這些 穿奈式裝置的相關個股 是有一些利多出徑 短線拉回的現象 而且籌碼也有鬆動 那麼在長線的這些 所謂的手機的概念股的部分 表現大概也相對比較穩健 沒有什麼太大的突破 所以未來在相關的 手機供應鏈的族群當中 特別留意的是在 華為後續的銷售狀況 好 確實 維杰提到重點 剛剛也是我想問的 因為我們常說 其實每一次蘋果財報公布前 變得大家都怕怕 對 大家都會先預期 一定不太好 對 一來是因為 iPhone的價格真的太高 現在換機槽 已經慢慢的趨緩了 二來是 它想要提升的服務的部分 軟體這部分 對於分析者來說 比較難預估它的量 因為它是一個摸不到 看不到的東西 所以難以預估 所以這種財報 好像是蘋果收了算 因此現在投資人 在佈局的時候 好像我們不能只開瓶蓋股 在非瓶陣的部分 是不是也要好好來觀察 像你剛剛提到的華為 對 那我想 其實現在因為 有一些比較屬於大廠 剛剛頂到這幾檔 電子股的大廠 基本上都有接 蘋果跟華為的訂單 甚至有部分 還有三星的訂單 所以其實現在 國內的這個蘋果 純蘋果的概念股 已經非常非常的少 那當然就不用講說 這個 其他的春賴氏裝置 這個都是 春賴氏裝置是短線的 因為他必須要去沖一些 周邊產品的一個收入 所以會造就一些 個別的供應鏈廠商的成長 不過這個也沒有辦法 去擴延到全部的蘋果供應鏈 所以未來在蘋果相關的投資上面 會變得很絕對 要嘛你就是去買 蘋果這一家公司的股票 再不然你就要去找 如果他在周邊產品設備裡面 有沒有新打入蘋果供應鏈 周邊設備 硬體生產的這些廠商 因為既有的獲利 已經很難在增加了 對 已經沒有了 剛剛學姻就有講到 其實都是賺一點點零頭而已 對 所以就沒有辦法 持續的有爆炸性的成長 這個是未來蘋果供應鏈 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好 那麼一開始我們提到 說到這個聯準會降息一馬影響 美元指數是竄升的 那我以前說 這是一個避險的動作 那麼最近我們看到 在台股內位資好像也在忙著避險 有三個訊號浮現 三個訊號尾及讓我們看一下 同時也要提醒看到 今天的台股關盤重點 好 我想其實在台北股市的部分 剛剛有提到 我們直接看台北股市的K線 簡單幫大家帶一下 那這邊有講融資跟融券 那其實融資現在我們不太看 因為融資已經被 現股當中比率給沖淡 因為以前是沒有現股當中 所以我要開融資 現在有現股當中有融資就沒有 融資現在變成是一個 投資人情緒的反應 那當中比率的確在當中金額的部分 最近是有升高 所以短線上籌碼有點不太穩定 那另外我們就來看一下台北股市 直接帶到關盤重點 那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講到 6月19號多方起工的一個缺口 那剛好就是重疊在季線這附近 不要以為台北股市 短線跌就要崩盤 不是喔 季線扣底值在這個禮拜過後 會扣底到低檔 所以它的季線會開始走平翻扬 所以未來的季線這個位置 非常的重要 另外我們看到在融資的部分 開始有增加 代表其實短線上投資人的情緒是比較樂觀 那麼我們看到融券的部分 大家會誤會說 融券的比例好高 是不是有軋空行情 錯 因為這個融券大部分是來自於一檔股票 它叫00677U 這檔叫做富邦VIX 這個富邦VIX過去在融券的金額上面是大增 你剛才看到 這邊增加幾張 因為它的ETF 三十幾萬張耶 所以剛剛是七十幾萬張 有一半以上都是只有這一家 那為什麼會做這件事情 因為它的溢價過大 有人要做套利 那當然其實今天 在盤面的觀察重點上 第一個新台幣今天應該是會走扁 所以外資今天買超力道 應該不會太大 第二個就是我們剛剛所提到 在季線的位置是不是能夠守穩 就會決定接下來台北股市 是不是再有挑戰高點的機會 好 我們看到了 今天關門生有這三點 大家回去關注一下 同時還提到了 可能會受到美國聯準會 降息的影響 以及大陸的自由行寒評 今天台股可能會有空襲警報 今天是我們